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楚桥撰2 预热启动 双男主人选领衔回归 白鹿加盟大女主 2017年 一部改编自萧香东小说11处特工黄飞 由赵丽颖领衔大女主 携手林更新 李沁 窦霄等一众人气演员 主演的楚桥撰席卷全网 最终成为近十年乃至二十年的经典之作 自2018年出现了一次有关楚桥撰2的爆料之后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便再也不曾出现 很多观众都以为该剧可能就要自此长年 不成想近日却再次回归大家的视线 楚桥撰2预热启动 双男主人选领衔回归 白鹿加盟大女主 日前有消息爆出楚桥撰2将会在今年春季投入启动 并且还出现了楚桥 宇文月 燕荀 原唇四位主演的人选 林更新 窦销双男主领衔回归 众所周知楚桥撰系列是一部大女主作品 因此设定了不止一位男主 也就是剧中出现的宇文月和燕荀 虽然宇文月和楚桥是官配 但是燕荀的戏份也不少 尤其是在第二部中 跟男主基本没区别 而对于主演的选曲 目前网络上也已经爆出了些许消息 据悉 在楚桥撰2中 两位男主的人选依旧暂定的是林更新和窦销 毕竟他们二位对于角色的权势可谓是极尽人心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无论是林更新还是窦销 都在影视剧领域中提升不少 此次他们二位能够再次领衔 无疑是将该剧的热度再次提升 李沁 赵丽颖缺席 张雪莹 白鹿加盟 虽然作为男主的林更新与窦销被爆回归了 但是作为女主的赵丽颖和李沁却并未出现 反而是出现了两位新主演的名单 根据目前已经爆出的消息来看 在楚桥撰2中 原纯和楚桥这两个角色将由张雪莹和白鹿出演 对于原纯一角的换人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 毕竟如今的李沁已经是一线女星了 而原纯这个角色在楚桥撰2中的戏份已经不多 再次回归的可能性必然不大 只是 遗憾的是 观众们等了这么久 还是没能等到赵丽颖的倾力回归 不过 作为新人选的白鹿也是颇受瞩目和认可的 作为90后的人气女星 白鹿无论是颜值 演技还是人气 流量都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自出道之后相继主演了不少经典的作品和角色 对于剧作的把控也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对于楚桥的诠释 作为前者的赵丽颖已成经典 不过面对缺席的遗憾现状 换人出演也是无可厚非 起码选定的这位新女主各方面还多不差 当然 每位观众对于角色的期待都是不同的 这也就使得基本上很少有出现那种极尽完美的选角 至于白鹿再次诠释楚桥效果如何 恐怕还是得等到该剧上线之后方可知晓 目前 有关这部楚桥撞2的启动已经出现 作为主演的林更新 逗肖 白鹿 张雪莹四人也相继有了爆料 剩下的便是找个合适的时间正式开机了 那么 作为观众们的大家 对于该剧此次的选角看法如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